米軍再來做一個更換來蹲補 陳冠宇今年有四十五場的一個出賽 在中繼的這個位置投出了 等於是也是回來中華職棒之後的一個代表年 代表做的一年 這個球接到 但是掉下來再傳可能來不及了 Safe 這個球雖然呢 同手的補位有接到球這邊要挑戰 看到這個判決出來 因為還是要等到最終判決出來 沒錯 才行 應該是踏到壘包還蠻明確的 非常明確 球還沒有進到手套裡 所以挑戰沒有成功 第一顆球就跑啊 而且還打穿了 這樣子一壘上的跑者 上三壘應該是沒有問題 第一顆球就很積極的一個戰術了 今天呢在前面三次 張仲宇和劉基宏這兩棒都沒有發揮 在九局的時候 現在讓龍隊又有添保險分的機會 是 應該是會 拳去以前 棒子打斷了 唉唷 結果是碰到了嗎 是跑打者 跑者有碰到球嗎 沒有的話 那這樣沒有接到球 劉基隆做事是沒有 那這樣又要再記個失誤了 是 應該是剛好他在過去的過程中去 影響到了 影響到了 馮建廷的視線 他這個滾動棒子都打裂了 滾動比較慢 哇真的就剛好跳過去喔